万年灯的后部有歪倒的桌岸胶椅 而牧室的地面上有着一层厚厚的淤泥 这应该是雨季的时候灌进来的泥沙 而就在这层厚厚的泥浆里 不得了 不得了啊 无数的宝物已经现出了他们的身影 那么都有些什么呢 您来看 淤泥面上有很多尚未被完全埋没的牧涌 就是木头雕刻的小人 这下日呢 有在岛的在建的房田画集 有什么在找一个 就是搭档用的那些武器 还有大小鼓呢 小小鼓 那个鼓呢 它不跟咱的鼓一样 就跟朝鲜鼓一样 当中写两头出的那个纳乎的鼓 还有嘛 吹八个的 吹笙的 就是跟现在咋色号是一样 是吧 在路上就说色号 那一套 这简直就是一个隆重的演出团队啊 再看别的 牧师里还有木制交椅 桌案车马等名气 那王导乎很有意思 我给你加一句哈 原来那个木啊 他也帮我们秦林 这个王导乎 他也 没有事都不不 他 带我们秦林母的时候 那秦林那个 不是那个 前世丁上有个小脚趾吗 还有个大脚趾 两两趾的 这王导乎很能 他手很巧 他把那个 不得领啥 什么都挺不领家嘛 他把他一个一个 都给他 都给他 你还加了起来 竹装起来了 好像还能堵 就拿着 他都竹装 他一点都说 他咱们就简单 都竹装起来 虽然历经了几百年时光 这些随葬品的外表 大多都斑斑勃勃了 但是我们通过他们 仍然可以看得出 当年工匠们 在制造这些物品的时候 特别的精致和讲究 无疑 这些名气 是研究明代皇族生活 和雕塑艺术的 重要考古事物 其考古价值 是十分重大 那么还有什么呢 很快 考古人员在一张 供桌旁边 发现了一个木匣 仔细看会发现 木匣的四周 有贴金花纹 由于年代久远 上面贴的金箔 大多都脱落了 但是当打开木匣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惊喜 瞬间出现 里边放着什么呀 里面的小木匣里 放着一个木印 上面写着 鲁王之宝 这个鲁王之宝 木印的发现 那无疑就可以正式确认 这个木的主人 就是第一代鲁王啊 那个戊符金丹 中毒而死的 鲁荒王 朱潭呢 那么 还有什么重要发现呢 考古队又有了新发现 在牧师大门的东扇门后 有两把铁制的钥匙 由于前世木门 是聚开锁梁而打开的 由此可以推断 另一把应该是后牧师门的钥匙 现场的工作人员轻轻一试 果然后市门被打开了 那么这个后市里边还有什么呢 前世发现了木涌 还有木印 这些考古价值非常高 然而 这个金银玉器 大家都想看一看 到底有什么呀 后市到底有什么 在棺床东侧的地面上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 朱漆木箱 箱子 而谁也没想到 当打开木箱的时候 里边居然是一件 极其令人震惊的宝物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 一顶酒流棉 我皇王那个 朱潭木里边出头的酒流棉呢 是全国发现的 唯一的一件 就是亲王用的 就冠冕的食物 就是因为它是唯一性 所以修复的时候呢 缺少参考 发掘当时时候 也有许多不尽人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吧 所以有些珠子 可能一试了 就是我们文物保护 最大可能 就是尽量的 修有如旧 不再进行大的改动 也不增添新的珠子 就这样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九六面 它那个酒 九条那个流上 它的珠子数量是不一致的 九六面 它当时的时候 发现的手呢 是放在那个 枪金器箱里的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就是亲王的时候 他所有的这些 那个 就朝服啊 就是这一套 都是放在 他们有专门的一个 机箱里 装在一起的 所以呢 它的珍贵之处呢 就是它在里边 基本上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散失 如果是放在外面的话 波罗的外面的话 很可能我们今天 又见不到这件 唯一的一件九六面了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啊 缅关始于周代 是中国古代 最为隆重和正式的 这个官室了 后世慢慢的发展 有用这个黑色的沙 做的这个缅关 所以我们非常熟悉一个名称 叫乌纱帽 代表你的官帽子 而在明朝规定啊 亲王只能用九流九柱 咱们看到的这件九流棉 前后共垂着九道流 每道流上有九颗五彩玉珠 这和牧主人亲王的身份 正好对应起来 那么在鲁王陵里 还有什么发现呢 在后世东部的地面上 还散落着一些 玉带玉杯 梳妆用具等等 包括铜镜 金子做的耳挖勺 金牙签等等 生活用品 另外在牧室里 还发现了不少的古画 只可惜因为积水浸泡时间太久 部分古画只将破损较为严重 最终只有两幅古画得以修复 一幅是南宋的 葵画夹蝶图 另外一幅是 元代著名画家 前选的白莲图 这都是名画呀 再者还有名古琴 白玉带 凌罗绸缎之类的 不少高档的生活和娱乐用品 应该说从这些陪葬品可以看得出来 当年这个鲁皇王朱潭的日常生活是非常之讲究 甚至可以说是奢靡的 那么问题来了 前面说了 明代初年 政治清廉 朱元璋极其反对后葬 更何况是这个鲁王呢 还被赐了荒子的嗜好 被皇帝视为荒唐至极的藩王 他的家人怎么敢顶风作案呢 依然我行我素的实行后葬 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起初啊 这让考古学家们十分的为难 然而在史料明太祖石鹿的研究过程当中呢 专家们还是找到了答案 史料里边怎么记载的呢 这座墓葬的建造工程量十分的浩大 宫期先后历时四个月 由朱潭的舅舅武定侯郭英负责督建 在鸿武二十三年四月建好了坟婴 朱潭的母亲啊 是郭宁飞 他的老爷呢 是郭山府 他的几个舅舅啊 郭达 郭英 郭兴 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 那么这样一个小王子啊 从出生可以说就是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所以说朱元璋把这个朱潭 封到眼周这块来 也包含有一些这个寄予了厚望 对他非常的重视 但是朱潭啊 来到这里呢 我们说 终迷了这个金石之术 那服用了金丹 结果双目失明 只活了十九岁 那么 死掉之后啊 朱元璋非常愤怒 认为他这个行为行径啊 非常的荒唐 给予了一个嗜好 荒 一是荒唐的意思 也有惋惜的意思 这才是鲁荒王林林 最大的名 数百年来 因为一个荒字的嗜好 史学家们一直认为 朱元璋很不喜欢这个儿子 殊不知啊 他对这个早王的儿子 确实另眼相看 甚至感到惋惜和心疼 所以才允许 他下葬 不遵训令 后葬于他 其实这些宝贝 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折射出了一位父亲 对早妖的儿子 那一份疼爱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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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